前进卷入偷打疫苗事件的核心医疗集团 如今再传出是涉嫌诈领保险高达3000万 核心的营运长林思宏等五名的医师 还有五间诊所以及部分的病患住家都被搜索约谈 检警接护了举报核心一次上帮产妇 假造的是非自愿捧腹的证明 借此要领10到14万元的理赔 出估有将近300名的产妇向保险公司 诈领3000多万元理赔金 复训之后林思宏是以500万交保 其他4名医师分别是以100到300万元不等的金额来交保 陆业征讯后核心副展科营运长林思宏500万交保 其余4名同样也是遭到约谈的医师 涉犯刑法诈欺等罪嫌 分别是100到30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 时间往前推 有感觉有受到什么政治压力吗 前一天林思宏是被刑事局远警 驾住左右手踏进北舰 涉嫌诈领保险金额高达3000万 同样也是他几个月前才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承清违法施打疫苗案件 核心这一年来屡屡传出争议 这回检警缤纷多路 搜索核心新生内湖等五间诊所 带回五名医师 还有近300名产妇也牵涉其中 面对提问不发抑郁 或是压低帽子低头躲镜头 他们狼狈的样子 看不出各个都是核心超热门医师 就连二中部长也指定替媳妇接身 但是检警接获检举 核心五家诊所 疑似有大量请领保险的异常行为 根据调查 医师主动告知 产妇可以以非法自愿剖腹的方式 申请理赔 生产一次还可以赚10到14万元不等 产妇之间口耳相传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样核心是一床难求 保险业则收证提高诈欺 以及未造文书 部分产妇也道按说明 核心紧急贴出部分院区的停诊公告 并发声明 表示没有介入医师的医疗服务 但事真是假 恐怕还需要慢慢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